还想过啊 要他改就 他改什么呀 谁改得了 其实我们经常就发现这个问题 在生活里面 我们最容易犯的是常识性的错误 你结了婚 你不给这个家带来收入 你还特别厉害的时候 我是有理想的 我一定能成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收入 我们看到了你的付出 挑你的地方其实就挑在了 不给家里面近象 你全都寄回了自己的家 这个确实让人怀疑 你对这个婚姻 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 对不对 如果想好好过 从尊重开始 其实每个人对家庭的付出 都挺多的 你们在一个人挣钱的基础上 这一家人也熬着 为什么你不能再加一把火 让日子变得更好 对吧 一指气使的 不尊重别人错了的 道一个歉 只顾及了自己爱好 和自己所谓大家 没有顾及小家和妻子感受 都道一下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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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